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凝聚精英今次請的嘉賓 其實我二十年前認識他 當時我在電視機認識他 我在家看電視就見到他 當時他給我第一個印象 就是很可愛、很特別 再坐在電視機前面 再認真一點看 發現原來他很有愛心 我相信大家對他也不陌生 就是智恆基金會的主席 杜聰先生 我們先喝杯 好高興和你真人 可以坐在這裡吃飯 這麼有緣 我也不知道有緣緣 很久之前在電視機見到你 當時我真的想 有沒有機會認識這位男士 今天可以坐在你對面吃飯 其實很開心 很多時候你會對著鏡頭 是不是有很多不同的電視節目 都會訪問你 是嗎 是的 現在疫情之前多了一些 特別是內地的媒體 以前我們的工作 都是海外的媒體 比較關注 現在是內地的 我知道智恆基金會 成立了25年 在加拿大就成立了15年 其實介不介意問 其實智恆基金會 在多少個國家是成立的 就是香港、加拿大 還有哪個國家 還有我們在新加坡有一個分子機構 美國也有一班義工 美國的工作沒有一個獨立的組織 但是在美國也有一些捐款的安排 知道 因為我自己是1990年移民來加拿大 2001、1911恐怖襲擊那年 我就考試入行 考試入行三年 我就成立了精英理財 為什麼我會改這個名字 原因就是 我希望無論是Advisor 加入精英理財 以後都是精英 或者是我們用最好的方法 幫客人去計劃 那你最初成立智恆基金會的時候 為什麼你會選擇智恆這個名字 你說這個也挺好的 我們那時候智恆 就代表智慧付諸行動 就是有很多人有智慧 但是他未必會行動起來 去幫助別人 所以我們就改為智恆基金會 你改了智恆這個名字 很感謝你今天解釋 淵源是怎樣來的 Wisdom in Action 好 你對於慈善的看法 我不知道我對慈善的看法 和你對慈善的看法 會不會相同 但是我自己對慈善的看法 就是無論是捐錢又得 行動也可以 很簡單 可能走過 對人一個微笑 其實都是一個好的行動 當然 其實我覺得慈善不應該局限於金錢 應該是金剛經這樣 是有財報師 即是金錢錢財的報師 有法報師 即是教… 當然他的理解是佛法 但對我來說也是方法 譬如你教會一個人釣魚 以後不用捱餓 你教會他做麵包 是一種方法的報師 你教他 即是你傳授一種方法給一個人 可能甚至乎你給錢他更加好 因為給錢他 你給魚他吃 吃完餓 又要再問你拿 但是如果你教會他釣魚 那他就… 以後不用再求人了 所以其實我們做智行的工作 是教育 提供教育給那些小孩 其實都是一種方法的報師 就不是說跟一些財報師 譬如是給… 金錢的 派棉胎 或者派米的錢 因為我們那些錢 是有特殊用途 就是用來做教育的 就不是給他們買棉胎 吃飯等等 那個教育也是一種方法 當然我也覺得很重要 就是所謂無謂報師 就是剛才你說 一個老婆婆很怕過馬路 你扶她過馬路 克服了那個畏懼 你是幫她 是幫她 無所畏懼的一種幫忙的報師 或者一個寶寶姐 哭得很大聲 你抱著她 讓她有安全感 讓她可以睡覺 一個人走好東西 走山路 你借個電筒給她 讓她驅走黑暗 這些都是去讓人克服恐懼 畏懼的報師 我覺得這個也是特別 是我們這些受到歧視 疾病影響的小孩子 他們可能受到很多鄰居同學的歧視 我們令到她自信心回來 讓她內心強大起來 克服外滋病 或者其他歧視的心魔 其實這個無謂的報師 他們才可以有自信心 來發展自己所長 而不是很自卑 抬頭地做人 但是這個是很漫長的過程 我覺得對兒童來說 這種無謂的報師是很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教他們一種方法 讓他們可以通過教育 去學到東西 變成一個更好的人 有一個技能 有一個所長 而且亦都給他一個更加強大的內心 克服一些歧視的心魔 讓他們可以更有安全感 讓他們好像有一個大家庭 這幾樣都是 另外我想維護受到人的尊嚴 那個過程 不要令他們覺得 他是我們高高在上的施謝他們 而是平起平坐 讓他們可以受到一個有尊嚴的幫助 所以我們在那個工作 在考慮很多事情都很周長 而我們為什麼可以做到這件事 亦都因為我們的員工裏面 百分之七十的員工 都是以前我們資助過的這些孤兒 他們現在大了畢業回來做事 所以他們是過來人 他們在設計的項目 譬如怎樣去派發一些東西 物資 在設計下令營的一些細節 他們會考慮得很周長 因為他們自己都是過來人 七成的樂隊 其實都是受惠於自行的根本 他們現在不斷回來做事 譬如我看你們的網站 見到大概九千名的孤兒 即是愛知孤兒 其實現在中國有多少個愛知孤兒 我們現在累積 過去這二十多年 累積資助了三萬多個小孩 當中有… 現在還在資助有九千人 當中有百分之十二 不是愛知病家庭的 也有大部分是愛知病家庭的 很開心今天邀請到我其中一位好朋友 叫Philip 他會幫我們今晚的菜式 全部都是Philip提供的 謝謝 Philip其實他2004年在加拿大學廚 然後又去了英國做廚師 然後又回香港做了十年 在香港廚師 廚師、美芝蓮一星、三星的餐廳 他都做過的 今天他跟我們煮了五道菜 我希望你們全部都很享受 謝謝 謝謝 如果Philip不介意 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第一道是一個溫泉蛋 它的底部是有菠菜用的 醬汁就是煮的菠菜 我們今天為了襯托 我會用了現在最時令的夏天旅行 去做第一個頭盤 蛋上的黃色那些是自己煮的蛋黃 Angela 或者你又分享一下 你對慈善公益的想法或者理念 你知道我做理財醫學 我自己覺得 Plan Giving很重要 慈善捐贈策略 因為很多中國人其實都很有心 他們都想捐錢 但我發現很多中國人就是 這個叫他捐些 他就捐些 那個叫他捐些 他又捐些 但其實就沒有一個策略去捐 慈善捐贈策略的意思就是 怎樣可以把你用不完的東西 可以捐給一些有需要的人 但同時可以合法 把政府的 tax refund 可以拿回稅務的效益 然後是很完整地 留存給你下一代 很多人會誤會 你捐了錢給人 我的兒子 我的女兒 我的孫兒便少了一筆錢 但其實不會的 如果你有一個Plan Giving 有一個慈善捐贈策略的時候 其實一樣可以很完整地 留給你兒女和孫兒 但又可以幫到人 我覺得很有意義 還有省了些稅 少交些稅 那你又可以有更多的資源去幫助其他人 本來做慈善公益的經費是這麼多 或者預算是這麼多 如果能夠善用那個稅務的安排 那你可以再增加那個捐款的金額 會的 因為我見到 譬如有很多客人 其實可能都幫銀行買很多不同的基金 或者股票 那每年這些基金股票 其實他們都有很多Dividend Interest 很多不同的Dividend的收入 利息收入 Capital Gain的收入 那其實他就要付很多稅 但其實可以利用一些不同的方法 將這些股票基金 仍然放在股票基金上 但每個月給到自己的現金流 就可以minimize那個稅 但是將Capital Gain 可以donation in kind 給不同的慈善機構 那其實又幫到人 自己退休階段又給少了稅 那我覺得很有意思 比較好 特別是 加拿大可能稅務比較多 稅種又比較重 所以更加可以 但我發現很多客人是未聽過的 完全 不過是 我發現這邊很多人就是 你叫他們捐 他們捐一些 捐一千、一萬、幾百 很容易 但是你叫一班有錢的人去捐 其實他們不太明白 是 你說新加坡、香港、中國、加拿大 你們有做籌款活動 其實你們大部分的捐贈者 應該來自香港多 香港最多 香港最多 我想每年香港 我們現在大概 百分之七十的 善款來源 都是來自香港 那 其實我有八卦的問 為什麼中國 因為愛之孤兒 我們在幫助中國的一班 中國這幾年 過去這十年、二十年 其實都進步了很多 為什麼反而中國那邊捐錢 會比香港少 中國也有進步 即是有逐步提升 可能因為我們原本是 香港為… 即是開始先 所以香港自然那些捐助人 就會… 東的資訊會比較多 但是現在來地也很多 他們都在香港做IPO 上市之後這些公司 就… 上市之後這些大… 這些主要股東 他們自己有筆錢 就等到香港 他們… 即是服務他們 我們跟他們合作 所以所謂香港 其實有很多都是內地 這些是內地客 在香港上市 另外一些就是香港的… 即是我們哈佛同學會 我以前是副會長 現在我們以前… 我們在香港… 哈佛畢業的香港校友 很多都是… 即是香港人 也有很多是… 即是… 即是他們是… 歐美國家長大 就是在香港工作 但是這幾年呢 是… 多了很多… 是內地長大 但是都是在哈佛畢業 但是現在又是在香港工作 特別是… 即是… 金融啊 幾個圈子 他們都是… 是很大的 我們現在就是… 慢慢… 那個… 那個… 那個圈子會越來越大 而他們做很多… Hedge Fund 或者… 就是… private equity 都是… 很多支持我們 所以雖然那些錢是香港捐的 但是… 又有很多… 即是 make decision 那些人呢 都是內地人來的 只是他們是在香港的 但我自己心中… 即是… 剛才你說的那個理念 我不是說想一個… 有錢人寫一張支票 這樣就捐筆錢給我們 我更加想呢 是多些人去參與這個慈善的工作 譬如… 即是… 即與其是一個人捐一百萬 我寧願一萬人 每人捐一百元 是 這樣呢 令到大家可以共商善舉 可以一起去行… 即是我心中的玫瑰園 即是… 其實兩邊都有 沒有… 是啊 那就是… 有… 當然了 我們過去這麼多年 累積是籌了六億的善款 即是港幣 港幣 但六億是很多錢來的 如果我只是靠… 一個一個日 香港只有七百萬 即是… 不可以… 只是靠… 一人捐一百元 始終也都要有一些… 嗯… 捨一百萬支票的人 但是又有… 應該有一些捐一百元的人 我相信兩邊都要有 不過其實我最想知道 其實你可以繼續吃東西 不過… 其實我最想知道 就是… 一個小朋友 每年他要花多少錢 嗯… 因為剛才你提過 你大概是三萬五個小朋友 嗯… 即今年你們大概在幫三萬五個小朋友 不… 今年在幫九千個 九千個 其實我很想知道 每一個小朋友每一年的經費 還有九千個小朋友 我們在說多少錢的經費 嗯… 即是很想知道 很八卦… 我們這些… 我們很透明 因為我們所有這些資料 都在網上有的 就是… 過去… 三千元人民幣 即是人均 大概是三千元 其實很少錢 就包括我們這麼多 下令營 啊… 助學啊… 即是大概五、六百元港 加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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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 去養到一個小朋友吃飯 加幣… 加上讀書 這樣… 這樣… 真的便宜了 我想… 你會… 可能… 我們認為很少的錢 真的可以在一些貧窮的地方 嗯… 那個影響… 即是那個影響是可以很大 很多名牌的支持… 但是… 我也要說 就是… 我們… 很多時候…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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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的心意 希望能幫到一些真的很窮 又沒有資源的小朋友或大人 因為有時見到別人沒有東西吃 我覺得為什麼沒有東西吃這麼慘 我們其實在上海有一個麵包學校 也有一個麵包店 如果你將來有機會飛去上海 可以來觀看我們 我們都是希望他們…我自己很觸碰 因為以前小時候 我們大包小包般帶點東西給他們吃 去農村將他們餵飽 但我沒有想過現在他們可以做麵包 師傅做麵包將我餵飽 是,很… 都是一個很善的循環 會的,會的 因為我自己也試過 可能十幾年前買了一份保險給客人 因為那間保險公司提供資金 最後那個小朋友就來了我公司做事 然後他就說 我也有申請過資金 然後我就說,是嗎? 他說是呀,公公那間保險公司 然後我就想起,就是我賣的 所以聽這些對話的時候 都真的很觸碰 看到自己在做的事 其實別人真的會幫到別人 也沒有… 但當時你的意見不是去做這件事 我賣的時候,我知道有資金 但是沒有想過客人的孫子 真的會去提供資金 而孫子又真的可以提供資金 我覺得做的事也有用的 是很大的鼓勵 其實在資金基金這麼多年的工作 有沒有一個情況,一個情景 你覺得是你最傷心或最觸碰的? 我相信觸碰和傷心是兩件事來的 我們或者分享一下最… 最傷心吧 其實我自己的道行都不夠 因為我是半日出家的 我以前也是做銀行 所以我看到一些人的死… 可能如果你做醫生的 或者做護士的 每天病房都會有人死 可能你會比較麻木 但對我來說 我看到一些生老病死 或者看到一些… 這些情況 我都是很好… 特別是我們資助的一些小孩子 他因為疾病死亡 令到我自己很傷感 我自己… 有一個小孩子 我曾經說過 如果他好一點 我就會帶他去下令營 帶他去玩 但沒想過幾個月後 他就過了生 所以我自己也有點自責 我為什麼要等到他好一點才… 其實當時我是希望鼓勵他 希望鼓勵他可以… 人生有個目標 希望他能夠快點好回來 但是他就… 錯過了一個… 臨死之前 可以… 出來玩 或者看見這個世界的機會 幾歲左右 十二歲左右 他一直跟他媽媽住 父母也死了 但是那個小孩子很生性很乖 很多時候我也會想起他 但是…可能… 冥冥中 又… 不過我聽… 我聽… 我聽…我聽外面說 就是… 智恆多數… 其實是否有80%幫助外資孤兒 另外大概20%左右 就是幫助其他朋友 其他朋友 好… 甚至乎… 80%的外資孤兒 都本身是… 大部分是沒有外資病的 是他們父母 因為外資病死了 他們變成了孤兒 但是他們本身都是沒有病的 所以其實… 外資病和外資病 生的小孩出來 未必是有外資病 未必的… 是啊… 現在我們有一群有外資病的小孩 他們通過藥物的治療 都可以控制得很好 而且他們生的子女 全部都沒有外資病 所以我呢 為什麼叫道爺爺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這些子女… 海星2.0 嘩… 好香喔 好… 我們第二道菜 一個是… 加拿大的Ruji鵝肝 這麼說呢 是鵝肝裏面的 勞絲萊絲 這個品牌 現在暫時 北美洲這隻鵝肝 比法國更好 鴨子有特別改過的方法 這樣會漂亮 油份會比較香 濃一點 是煙燒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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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右手邊的那個 在底部 就是自己去削除的 白桶 對 旁邊的就是麵包糠 好想明白 把麵包糠放在房間裡 對… 它有不同的質感 對… 蘋果就是解掉油 通常有塊麵包 對… 現在也有麵包 對… 因為我本身在香港做廚摩的時候 它是比較喜歡玩分子的東西 這個就可以… 麵包糠就幻想是一塊… 麵包 麵包 對… 口感又一樣 但又不用吃那麼大塊麵包 對… 比例上比重上 多一點鵝肝 少一點麵包 對… 享受… 謝謝… 我們的經歷 會令我們對這方面特別想幫忙 就像我自己 為何這麼想幫沒有飯吃的人 因為我小時候 我記得我經常都肚餓的 雖然我覺得肚餓很慘 對… 那你自己呢 你自己會否同樣有甚麼經歷 以至你特別對這群愛知姑爺是有感動的 對… 我呢 如果你現在查百度 你打杜聰兩個字 第一個出來就是 杜聰如何感染愛知病 杜聰是如何感染愛知病的 其實我呢 很多人都以為 你這麼熱心愛知病 你當然自己也有愛知病 其實我是沒有的 但我又沒有… 很煞有解釋出來 否認 因為好像覺得 如果我太過強調沒有 又被人覺得 這件事當然是不好的 你才這樣